請我們請蘇院長 蘇院長 請 早 看一下這個照片 昨天開始以後 我們金門地區也是 很多民眾在排隊買口罩 尤其是兒童口罩的部分 也是大量的不足 所以本期在這裡 已經公開呼籲多次 也在這裡跟院長再呼籲 就是有關現在日產人 一天一千五百萬片 接近一千五百萬片 那這個口罩的這個流向 希望政府可以公開透明 您剛剛也說嘛 不妨國防部或者是醫護人員 或者是各個單位的人 比如交通火車 火車什麼各方面的人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公開透明 這樣可以安定民心 這個是不是可以做到 一天一千五百萬片的口罩流向 可以公開透明嗎 我們對於 可以公開透明嗎 我們對於口罩都是努力增產 那對於口罩的流向 我們都非常負責的 來就各方面所需要的提供 那我們也會向貴院做相關的說明 好的 每天向全體國民做公開透明的說明 這個不是很困難 不過就是一個表格嘛 讓民眾可以安心 政府資訊透明 是一個讓民眾心安的一種表現 不管我們要援助國外也好 或是要做各項的分配也好 我想如果政策更透明 民眾會更支持 希望院長這一點 可以政策更透明 民眾會更支持 好 所以這一點請院長回去一定再交代一下 來我們今天 我想再跟您談一談 我想今天可能也很多人期待 就是說 上回我們談的這個國家認同這個問題 就是上回這個 很多人期待今天是不是會有 有這個增倉相對的這種這種場合 我想說我上回 提到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台灣不是 那引來這個我們蘇院長的這個批評嘛 那我後來也看到網路有相當多的這個留言 我仔細讀了一下 我雖然遭受一些批評 但是我心裡覺得我的底氣十足啦 我講的是正確的東西 我看網路上有很多年輕族群朋友的留言 他們就有的留言就說 你就滾回中國去啦 你既然是福建神的你就滾回中國去 你這個什麼點點點 一些甚至人身攻擊這種不再談 我就開始思考說 為什麼這些人的一些想法 跟我有這麼大的不一樣 然後所以我就回去翻了一下這個 現在我們國中的這個教科書啦 院長您知道嗎 這個中華民國下面有一個福建神 您知道嗎 中華民國有福建神您知道嗎 您知道嗎 您知道中華民國有一個 我們現在金門有一個那個圖 有一個福建省政府嘛 這個我們的沈主席喔 他現在已經虛極化了 不過我們最後一任沈主席是 我們張景深張政委嘛 一直以來我們中華民國都有福建神的 我的身份證上一直是中華民國福建神金門縣 那我就覺得 當我說我是中華民國福建神的立法委員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說 你要滾回中國去 我就不能理解 所以我回去看了 現在的學生的這個教科書 我發現現在國中生的 不管是地理還是歷史課本 都沒有都沒有教導我們這些學生這樣的知識 沒有把我們國家的體制講得很清楚 他們對金門的敘述 大部分都是說他在這個沿海啦 這個福建也沒有講到 就像說823炮戰啊這一類 接近中國大陸啊 位置怎麼樣 但是他並沒有告訴我們的這個學生 正在求學學生說 中華民國的體制下是有一個福建省 福建省現在還有兩個縣 一個是我們金門縣 一個就是連江縣這個馬祖嘛 馬祖叫做連江縣 所以我才知道說 原來現在的年輕人他所受到的教育 就是不知道是因為教綱刻意更改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們的政府沒有教導他們一個正確的國家體制的概念 所以當我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 我說中華民國在我的認知裡 中華民國這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這個地理這個島 這是這個島 我們小時候到台灣來我們說到台灣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們的認知是這樣子 這個認知是沒有錯 但是這麼多年輕人不了解 其實教育的影響也是很重大 那院長我先把這一段敘述完了 那我來講說 我們見到我們上次在總質詢 我請問你 我們金門這個在以前是一個戰地 有很多人民這個因為戰爭而傷亡 我看到院長也有體恤 我們這個金門地區 就是說因為戰爭傷亡 可以有相關的這種傷亡 這個因為戰爭這種體恤 各樣的 你也有表達出你人性的關懷 所以我們金門我先講一下我們金門這個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們就被講做反攻大陸跳板 復興基地 三民主義的模範線 但是我今天要強調的 不是在強調這個差異性 我今天在這裡要特別提出來是 我們如何消除這個差異性 來增加這個融合性 您理解我說什麼嗎 我上回在這個理解嗎 就是說我並不是要強調說 我們因為我們同在一個國家下 我不是要強調說 這個我們好像你們不要把我們金門搶了 我們就比較 好像我們說中華民國福建神的時候 你們就覺得說 我們就是很多年輕族群不理解 院長您是瞭解有一個福建神 但是你會這樣的回答 你心裡大概也忘記中華民國有一個福建神 那沒關係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們希望有融合性 所謂融合性就是說我們希望在金門的地位上 金門地位上 可以比照 至少比照我上回有提到過 我提出一個離島基本法 院長您記得嗎 當全世界的人都一再稱譽 台灣是防疫做得最好的國家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國會議員 講台灣不是國家 我覺得他不夠資格做國會議員 今天不是要 我對於講話的自由 我一輩子都努力維護 雖然我完全不贊成你講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台灣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地理名字 你有講話的自由 我永遠認為 對你講的話 不同意的人叫你滾到哪裡去 我也不同意 我認為也不對 我今天來這裡 你作為台灣的國會議員 我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 我認為非常不對 也認為不夠格當國會議員 我今天不是來跟你爭論這個問題 因為我今天也不是要來跟你吵架 我要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 我們跟你們會有這樣認知上的差異 所以我希望 給我們金門 把我們的位置 提高到比照原住民 就像原住民的人 他也不覺得他是 他是覺得他是原住民嘛 對不對 台灣的人後來這是外來的嘛 給我們一樣的這樣一個地位 我認為金門的同胞 也都是國人同胞 對啊 我對於當年 金門的同胞 為了抗拒 不要被中國佔領 浴血混戰 這個沒有問題 非常敬佩 也很感謝 蘇院長 所以過去我都一直這樣的態度 蘇院長 我們基本是反共的前線 這一點不用你告訴我 各位議員 卻講說 你今天 像中國方面 中國講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你那種講話 是為主流民意 你就是對 好來我再 我因為我不是來跟你吵架 我要再講清楚 我今天來講的 而且你領台灣人民 血汗錢 講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我領中華民國的薪水 你聽懂了沒有 你領的是中華民國的薪水吧 院長我不是要來這裡吵架 我的目的齁 我的目的 如果沒有台灣 還有什麼中華民國 如果只有台灣也沒有中華民國啊 中華民國就有台灣 澎湖金門馬祖嘛 你忘記我們金門 我們金門就是很在乎這一點 在講台灣是防疫做得最好的國家的時候 他都包括金門 那這個是我們 這個 這個就是憲法體制的問題嗎 憲法體制 我已經說過一百遍一千遍的 憲法體制 如果我們不認同現在的憲法體制 我已經說過了 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擁有 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講 不過我再跟您說一次 民進黨現在是國會的多數黨 而且完全執政 你們覺得要怎麼樣符合現況實行 請你們勇敢的去做 不然我就一直認為你們在欺騙人民 不過現場 你拿中國教育部的錢 去中國讀法學授數 很好 我順便告訴你 你敢講中華民國嗎 敢 我現在告訴你 你在北京那麼久 來這個你要講到我很好 你講中華民國嗎 對我拿中國國家教會錢 去中國讀法學授數 你拿中國教育的錢 對對沒錯 所以你認為我親中 你敢講中華民國嗎 好來運長你讓我講完喔 所以我順便告訴你 我拿日本政府的錢 我拿日本交流協會的講學軍 到日本也到練了一個法學授數 所以你也為了我舔日嗎 有講中華民國嗎 院長你剛剛說 因為我拿北就是中國教會的講學軍 去北京練碩士 所以來聽我講 那你在北京敢講中華民國嗎 當然敢啊我就是有這樣講 來 然後所以你認為我舔共 我順便告訴你 院長我順便告訴你 我也拿日本交流協會的講學軍 這是日本不省給我的錢喔 所以這樣子你也覺得我 我到那邊不敢講中華民國嗎 你在日本我相信敢講 我也是拿日本交流協會 也是拿日本的 你是在中國敢講嗎 好啦院長 因為我今天想要講 敢嗎 敢啊 你知道那天 不要浪費我太多時間 有嗎 在中國有講中華民國嗎 院長有 而且我要告訴你 那天我會講這句話的前因後果 你去回去問陳明通 那天是陸委會 陳明通公開跟我說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那個什麼中共都在看 我敢不敢公開講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我說當然敢 所以我才正常的講 我公開講 這就是陸委 在台灣公開講 還是在北京公開講 我到哪裡都敢公開講 這個是我的國家 在北京有嗎 你不要來激怒我 我今天要講金門的問題 在北京有嗎 有有有 敢敢 不然我們一起過去 我們一起過去講 好不好 這個不要來 因為我今天要談金門的問題 我的目的是 我今天不是來跟你吵架 我覺得你不要一直 金門的同胞 當年遇血 不願意被中國併吞 院長 我們今天要講金門的問題 請你讓我講 我們的都是中國一方面的 請院長 你點點好嗎 你先讓我講完好 我今天要講今天的事情 好嗎 不是要來跟你講什麼 中華民國台灣 因為我不是要講 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我要講說 你要理解金門的 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希望有融合性 所以我希望你要 現在也不用回答我 你慎重的回去考慮一下 我不用考慮 我立場始終堅定 我要問什麼 你不用考慮 我要問什麼 我對於這個國家 兩千萬 三百萬 我問的是 我們金門地區 你可不可以考慮 我問的是 我們金門 保衛兩千三百萬 台灣人 如果他一直講 浪費我的質詢時間 我的問題都沒有回答 就不用考慮 我說的是 請你考慮 因為我們金門這個地理位置的不一樣 所以呢 為了讓台灣跟金門 這些人可以融合 減少這個差異性 所以把金門的地位 我們要有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這種地位 我請你回去考慮這一點 好嗎 我今天都是要提我們金門的事情 我今天不是要 如果你想跟我辯論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到另外不要浪費我錢 我們到場外去 我願意跟你公開辯論 好嗎 好我今天要談我們金門的事情 我是以憲法 在這裡 國會殿堂 來達副立法委員的質詢 但是你都一直在故意的要挑起這個院長 我今天就是一直要講金門 我也來請交通部長上來 今天這個話題是你挑起來 不是我故意挑起來 我剛剛是要跟你講 減少差異性增加融合性 這個是我們同在一條船上 我們同一國家一體 兩千三百萬人的共識 就是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主權 維護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主權 這是我們驕傲的 所以我的問題就在這裡 你回去看 贊不贊成 強調融合性 減少差異性 讓台澎金馬成為真正的生命共同體 推動金門地區 成為比照原住民成為金門 自治特別行政區 這個是我們 我覺得儘量讓台灣這邊 台灣的人民跟金門人民 有不同的這個 欸 那個交通部長 我要趕快再講一下交通部的事情 好 那個 我不是在叫你打水果 我是在國際的 台澎金馬是一體的 對抗中國的極權 那個部長 對抗他的沒有民主自由 這個才是一體的 唉 院長 我們不要一直在爭論這個東西 請你多多思考 理導人 多多思考理導人行政 不然我一直認為你是用大台灣的本位主義 在思考這個事情 那個 部長 這個 台灣是一個國家 部長 這個 金門航空這個 我們今天有這個 籌組金門航空的聲音 有見到您有這件事情嗎 有了解地方有這個聲音 有見到您嗎 有 都有來拜訪 有來拜訪是不是 那這個 因為我先肯定我們部長 這個這次的防疫做得很好 很多措施都 馬上讓人民有感 我要講的這個是 長年以來金門 這個在 連結運輸的時候 這個 訂這個機票的事情是非常的困難 那我想說 我們想提供一個參考 這是唐鳳唐政委在所謂的科技政委 他在 院長您也聽一下 科技政委他有提供一個口罩APP 我們希望 比照這個方式 讓 做一個超前部署 讓金門民眾要 延價返鄉要訂機票的時候 也比照做一個 研究一個APP出來 不用這麼辛苦的 時間到一直的打電話 也有可能會訂不到 這樣子好嗎 你們回去研究一下好嗎 好 公開透明 然後有個監督機師 對對對 那個方法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高鴻安委員 質詢